而且英国伦敦国王医学院 他也做了一份研究报告 这份研究报告在7月21号刊登在柳叶岛 他说到脑雾这一类的新冠后遗症 等于相当衰老十年 哇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情况 而且呢确诊阳性之后超过三个月的确诊者 他的认知障碍是最为严重的 所以我想请教荣大夫 脑雾的症状为什么会消不去呢 有什么办法 对脑雾呢 就是我们要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其实呢 他也不是说是消不去的 也是能够缓解 有的人是可以完全恢复的 因为这个病毒 他也会侵犯到大脑嘛 就是说但是呢 他也可能跟你的五脏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中医讲啊 这个五脏六腑都是会通到大脑里去的 你的五脏六腑都有神 都有神 都是有一些主宰功能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就叫神 但是以心为主 而心呢 它是跟大脑是相通 所以你看 如果说你在这个感染之中 你的心脏受到了伤害 或者是你的气血 你的 因为心脏它是管理全身的气血运行的呀 如果你的血液被污染 对不对 那当然你的血液出问题 你的心脏 那我们就笼统的都属于心 那你的心就出问题 那么你的心出问题的话 那跟心相关联的就是出现一系列的 就是说是精神方面的一些症状就会表现出来 比如说你大脑会昏沉啊 会胡言乱语啊 多梦啊 健忘啊 世面等等 其实所有的这种精神意识的一些问题 都跟心有关系 但是呢 可能还跟其他的丈夫也有关系 就是说不是单独的跟心有关系 那这个丈夫呢 他也有神 但是他就不叫这个神了 他就叫这个不同的名字 这个肝他就叫魂 你这个肝他受伤了之后 他就藏不住魂了 那个魂 他魂本来是跟着神跑的 但是现在呢 你的神都不能管自己了 那那个魂跟着谁跑啊 他就没有地方 没有正确的地方呆了 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 比如说他出现梦游 你本来睡觉嘛 你还去起来了 起来到处去走动 那或者是你做梦的时候还讲话 对不对 你睡觉为什么要讲话 或者是出现一些幻觉啊等等 这就是你的肝魂出了问题 那要调肝啊 对不对 好 再说你的这个肺 肺呢 他的神呢 就叫破 他破是管什么呢 他就管你的这个自知的运动啊 管你的这个感觉啊 比如说你出现了这 你明明你可以走路 可是你现在你好像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或者是你要表达什么问题的时候呢 你知道要怎么表达 好像你嘴巴这个肌肉都不跟着你动 或者你身上你明明没有马役在爬 你却感觉到你有马役在爬等等 据说你的有精神病了一样的啊 他这个呢就是你的肺魄出来问题 你要调你的肺啊 再一个就是说你的皮 如果说你的皮他的这神呢 他就叫义 义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联想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一看到你 我就想到了你爸爸 你妈妈 你的亲戚 我们曾经在一起干了什么什么事情 你小时候干过什么事情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联想 就说这都是跟义有关系的 可是现在呢 他这一部分出问题了 那我看到你之后 因为我知道好像你是谁 但是呢 我又不记得你是谁 你是谁家的孩子 所有这些相关联的东西 他都受到了障碍了嘛 那所以呢 他就考虑问题就很慢 想半天想不出来 甚至于想一些都是错误的东西 这就是他的这个义出问题了 皮要进行调理 再一个有的人呢 他就是圣是主治的嘛 这个治他的神是治 治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定力 这个义治 就是说他不变的东西 他是不变的 比如说你要去干一件什么事情 我就是要干 我一直要干到底 这就是你的治很强 你的圣很强 那如果说 我这要干这个东西 我现在干了两下 马上注意力就转移了 就干别的去了 比如说多动症的小孩子 他就干不了 他不能坚持干一件事情 或者是你要记住一个东西 你就记不住 记两分钟就忘记 就这个记忆力就飘掉了 这都是你的治的问题 那你就要调理的这个肾 所以你要找到 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呢 你进行一个相应的调理 他慢慢慢慢 他就有可能逐渐的 就是可以恢复 那我们也就是说可以推荐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 就是这个仓谱天麻瘦肉清脑汤 这个仓谱啊 这个食仓谱 它就是可以打通你这个脑部的这个契机的 就是把你脑子那些护的东西啊 比如可能你脑部有些严性的分离物啊 或者等等不清晰的东西啊 脑子护掉了 思路不清晰了啊 那他就可以跟你疏通 让你脑子变得清晰啊 可以治标 这个仓谱 它是非常好 那天麻 天麻呢 就是说它可以去你头部的湿气 那因为眼性的东西 它就是在中一看来 是一种湿气 一种谈湿 它可以帮你清理 那另外还有你可能有些气血啊 受到损伤啊 我们就跟你补气啊 跟你养血啊 还有跟你就是活血啊 化瘀啊 驱痰啊 等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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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